今天我带你了解的这本书《高效利用工作日》 一听到书名就知道 这本书是写给职场人士的高效率工作指南 这本书的中文名称是根据原书名 Make the most of your workday 执意过来的 简单直接 持机工作日核心 也与书中的内容相契合 因此在书名的选取上 我们没有过多的纠结 但为了更好地将书中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我们希望加上副书名作为补充 经过多方沟通 我们最终确定了世界五百强在用的《高效工作法》 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副标题呢 这跟本书的作者玛丽·A.卡木托是息息相关的 玛丽是美国MC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她从事咨询工作多年 专注于领导力 企业成长 培训 网络会议等咨询事务 她的客户涵盖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内的 上千名员工和团队领导者 她将多年来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方法 写成了这本《高效利用工作日》 因此世界五百强在用的高效工作方法 是最合适的副书名的选择 那么这本书究竟提供了哪些方法呢 相信我们在工作中一定会有这样的瞬间 工作效率低 时间总是不够用 精力涣散 同事关系差 心态崩塌 参与度低 思维受限 成就感 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是 工作时间长 下班身心累 所以很多人都有我再也不想去上班了的消极情绪 如果出现了这些困扰 一定是我们的方法出现了偏差 那么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 这就是高效利用工作日要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 书中提供了六大高效工作法 四大案例帮助大家准确地分析工作日存在的问题 以及解决的方法 玛丽认为时间总是不够用 那是我们的时间管理出现了问题 与同事关系差 那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出现了问题 心态崩塌 那是我们的心态和情绪管理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六大高效工作法具体是什么呢 一是自我管理法 解析性格 明确工作需要和目标 给自己赋能 让工作参与度直线上升 二是优先事项管理 按四项线和纸盘活动任务优先级划分 这样所有重要工作就一目了然了 三是时间和精力管理 要让决定花费时间和精力 就像决定花钱一样 四是沟通管理 做一个有效的沟通者 懂策略设界限 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五是心态和情绪管理 心态好 情绪稳 处理任何混乱和突发事件 游刃有余 六是自我精进管理 按照路线图制定一个 从之前过渡到之后的进阶计划 这六种方法几乎涵盖了 工作日的方方面面 相信这本书 一定会帮助大家提升工作效率 实现职场进阶 赢得高效人生 了解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之后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重点在时间和精力管理 沟通管理 以及优先事项管理 这三个部分为你来讲解这本书 第一部分 工作中时间和精力总是不够用 该怎么办呢 相信你在工作中一定存在类似的想法 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事都做好 不能为不可预料的事情做计划 根本没有时间与人交流 甚至都没有时间好好吃个午饭 当我们出现上述想法的时候 就会让自己产生懈怠 纠结 散漫 甚至是抵触的情绪 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工作参与度低 那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 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存在感 越来越低 自信心急速下降 其实 只要我们做好时间管理 保持精力充足 那么这些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学会在特定的时间和时刻处理特定的事情 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合理规划时间和精力的第一个方法是 分解时间 以分块的形式来思考时间 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广阔的时间视角 来看待主动和被动的工作 主动的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你发挥专长和创造力的工作 而被动的工作呢 就是一些例会之类的工作 我们可以根据工作日的每一天来划分时间块 而不是按小时来划分 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做重要的主动工作时 在时间和精力上是充沛的 而不是总是被其他的事情干扰打断 第二个方法是翻转工作任务 如果工作中有意外状况发生 我们可以根据工作的优先级来调整工作模块 比如说把上午的工作移到下午 然后用上午的时间来处理新的优先事项 如果有必要 把一个模块移到另一天也可以 一旦出现变故的话 那试着停下来翻转事情的顺序 就能够挽救这一天 这种方法可以让你整天都保持积极的心态 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但是一旦我们找对了方法 让我们的身体精神情绪心态等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下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有所提升 工作起来呢也会事半功倍 第二部分 在工作中该怎么去与他人沟通 在职场中不管你的级别或者头衔是什么 沟通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该怎么有效的沟通呢 首先要了解自己并且接受存在冲突的事实 如果你和同事之间因为分工不明确而存在冲突的时候 你要了解自己在沟通的过程中有可能失去耐心 而你的同事也肯定会抵触你的情绪 怎么办呢 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自己啊待会儿或者说喝点咖啡缓解一下情绪 这就能够避免更大的冲突 第二个办法呢是设置一些界限 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需求就是得到尊重 因此我要对他人设定界限 以确保我们能够受到友好对待 不被贬低 侮辱或嘲笑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尊重他人的界限 让他们也得到尊重 第三要注意识别交流沟通的信息 在沟通中说什么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 怎么说才重要 双方的手势面部表情 语音音调和音量等因素 都决定着沟通的质量和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沟通技巧类的书中 都会给出一个学习清单 比如说双臂抱在胸前 是拒绝沟通的意思 用发短信来代替对话是不礼貌的行为 事实上沟通的信息并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 他要求我们要用开放的态度 去了解任何年代文化性别或性格差异 比如说双手抱毙 可能只是因为他感觉到有点冷 而发短信也不一定是因为对方不尊重你 而是有些话当面很难说出口 发短信说可能避免了尴尬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观察和注意到这些细节的话 那么就会大大的提升你的沟通效果 大卫洛克在他的著作《你大脑的运作》中写道 当我看到你的表情 我把你的脸部运动 在我的脸上做出同样的反应 于是微笑就带来了微笑 第三部分 如果工作太多 我们该做哪一件呢 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多时 不妨采用一些方法分出优先级 这就不至于在工作时 忙手忙脚抓不住重点 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快速确认优先事项呢 首先你要学会打破统仓效应 优先事项不只属于你自己 你应该知道水泥厂里面的统型仓库吧 书中说的统仓效应 就是比喻企业各个团队之间 就像一个一个统仓那样 甚至很多团队内部也像统仓一样 大家只关注自己的那个统仓 而不注意其他的统仓都在做什么 也没有去想 怎么和其他的统仓交流合作 书中呢写到了这么一个例子 说一个团队的管理者 在黑板上写下了团队的四大工作目标 然后让团队的十个成员 每个人用一种颜色的便利贴 写下自己正在负责的事情 并按优先事项 也就是紧急且重要 重要但不紧急 紧急但刺咬的顺序 依次贴到黑板上 接下来呢管理者 让大家根据团队的四大工作目标 对这些便利贴重新排列分组 一目了然 很多人的优先事项都发生了变化 他们剔除掉了与团队大目标关系不大的任务 同时大家也都看到了其他人在忙得要紧的事 总想寻求别人帮助而不得的成员 也对同事有了理解和体谅 大家共同完成团队的目标 在工作安排上时间同步 共同攻克项目难关 团队就为每个成员的工作进行了减负与梳理 也让团队的配合沟通更加紧密顺畅 我再来介绍一个四项线法 四项线法呢就是把优先事项和紧急事项进行分类 并划入四个项线内 通过优先级排序 帮助你对工作内容的优先级做出排序 然后对于不同的项目任务和分配的工作 通过直观的画面 让所有事情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这四个项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第一项线代表的是最重要的事项 第二项线代表的是最重要且紧急的事项 第三项线代表的是次要的事项 第二项线代表的是次要却紧急的事项 经研究发现 大多数人花费在最重要且紧急的事项上的时间 超出了正常需要的时间 大多数人没有在最重要的事项 这一项线上花费足够多的时间 当你在繁多的工作中无从下手的时候 不妨尝试拿出纸和笔 尝试一下 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后再教你一招 你要学会在必要的时候把事态扩大 要知道寻求帮助是一种能力 很多人在工作遇到困难或者出现纰漏的时候 都会急于去掩饰 怕领导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受到责备 也担心被同事看不起 但有的问题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 不让事态扩大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首先你要明确的是 你当前的优先事项出现了危机 将事态扩大不是找错 惩罚 报复 也不是包庇自己 而是专业解决问题和做好工作的一部分 有时候有一些人被工作压到快要窒息 而另一些人则在自己的统仓中还有空余的时间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寻求帮助 领导力并不止属于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 领导无处不在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影响他人以及协同合作的过程来展现领导力 懂得协作的团队可以让每个成员都发挥自己的强项 更能弱化每个成员的短板 好了 那这本高效利用工作日就带你了解到这了 在过去的十分钟 我和你分享了这本书提供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以及它给我们工作带来的改变 其实像这些使用的方法和技巧 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 如果你想有更多的了解 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那最后呢 我衷心的希望 大家都能够在工作日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即使我们做的不是自己梦想的工作 但每一个工作日仍是宝贵的 仍然充满着机遇 虽然现在你可能不是领导者 但是你要成为自己工作日的领导者 主动给自己赋能 主动采取行动 主动提升自己 努力地摆脱现状 不让自己陷入庸长的忙碌之中 如此 当机会来临时 你以一切准备就绪